HELLO 大家好,我是定性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一部講述逃脫大師胡迪尼生平的迷你影集 或許對多數的台灣人來說,胡迪尼這個名字並不是這麼熟悉 但是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對美國人來說 這個活躍於20世紀初期的魔術大師就等同於逃脫術的同義詞 本片一共分成上下兩集,每集的長度大概是60到80分鐘 劇情中的時間線橫跨了胡迪尼的出生到死亡 所以大家在看完之後可以對他的生平有一個概略性的了解 在演員表現的部分,男主角胡迪尼是由奧斯卡影帝 Andrew Brody 所飾演 我明白你所提到的,你是一個小孩的魔術 在之前的影片我也提到過,他本人也是一名魔術愛好者 因此以他精湛的演技,搭配上他本身就具有豐富的魔術表演經驗 讓他可以在片中把胡迪尼這個靈魂人物詮釋得活靈活現 無論是站在台上表演魔術時的意氣風發 與妻子和母親之間的細膩情感 亦或是他在人生當中所面對的各種不同的挑戰 他都能表現得恰如其分 本片同時也獲得了七項愛美獎提名 包含Andrian Brody 的最佳男主角 阿Drian Brody 是來自拍的電影《Houdini》 他逃避了 他逃避了 飾演胡迪尼妻子的是電影《鬼屋》的女主角 Cristian Connelly 她的戲份也是貫穿全片 另外幾位重要的角色還有Evan Jones所飾演的魔術助理 以及Onody Esther飾演胡迪的媽媽 接下來會稍微提到一些關於劇情的部分 雖然我個人認為不會影響到大家之後在觀賞這部影集時的樂趣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知道任何一點劇情 還是建議請你先把影集看完再回來看這部影片 我認為片中有三個值得一看的賣點 第一個是看男主角重現胡迪尼的經典魔術 包含了口接子彈、水中脫逃等等 看到某些魔術技巧或是道具重新出現在螢幕上 相信魔術愛好者們一定會感到倍感親切 而在某些逃脫或是解鎖過程的拍攝方式 也可以說是相當有趣 在表現手法上令人覺得耳目一新 第二個賣點是魔術愛好者可以從本片當中 得以一窺20世紀初期美國魔術界的樣貌 那是劇院型魔術最蓬勃發展的年代 也可以看到許多我們平常耳熟能詳的經典魔術 更可以了解胡迪尼是如何從默默無聞變成想遇世界的魔術大師 第三個賣點是故事內容結合了當時的歷史背景 劇情中也會看到某些知名的歷史人物 以及某些和歷史事件相關的情節也在片中有了不少著墨 而這些片段我認為也為整部劇增添了不少光彩 而講到角色關係和情感表現方面 本片主角的感情圍繞在兩個女人身上 分別是一手撫養胡迪尼長大的母親 以及她的妻子 主角對於兩個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 又對她的人生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以及最後出現了怎樣的轉折 這些都是可以在片中讓人細細品味的部分 總而言之因為要在兩個多小時內講完胡迪尼的一生 劇情難免會讓人感覺段落分明 有些地方跳得比較快 但是其中幾段我認為非常值得一看 整體劇情也有水準以上的表現 如果你是魔術愛好者 這更是你不得不看的一部影集 推薦給大家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有趣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和魔術有關的資訊 可以到我的臉書專頁按讚追蹤 也不要忘了幫這個影片按個喜歡 我是金星穎 我們下次見